好,这个V来11 如图,地图上一条笔子的铁路 行进A,行进AB两地 好,那A点叫做41 B点叫做04 所以A点大概在这里 B点大概在这里 所以有两个点坐标 我们就可以求它的方程式 好,这是第一件事 那我有一个人要从C点-51 做一条连接到铁路的快速道路 那请问你它的最短距离是多少 好,你知道吗 当出现最短距离的概念 就很像垂直线嘛 对不对 C点到A,V这条铁路的最短距离 不就是这个垂直线吗 对不对 好,再来哦 因为C点跟A点的高度都是1 它们的Y坐标都是1 所以这里连起来也是一个平行X走的线 继续 这是个直角 好,所以我现在其实要求的就叫做X 这是 那我们把这个三角形该有的点 我稍微再点一下 AB 那这个点叫做珠 这个点我们现在叫做1 那现在眼睛看到A珠B和AEC的这个三角形 再讲一遍 A珠B和AEC这两个三角形 A珠B有角A叉叉跟90度 对不对 A珠B有角A和90度 那AEC也有角A跟90度 所以其实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 好,那相似后呢 等一下哦 我想要再把它重画一次 你就拿着你的笔 然后一个大概 然后其实就是大概画一下就好了 好,我们假设画成这个样子 这个O等一下点上去 这个是A点OB 然后这个叫做C点E点 叉叉90度要画一下 好,继续 好,我把长度再写一遍 OA线段叫做4公分 那OB叫做从1到4嘛 所以这里是3 当然这里就叫做5 345 那CA线段叫做9公分 对不对 因为重复5走到4 所以9公分 所以这里叫做5 好 所以我的这两个三角形相似 那我就可以写说 我要去X 所以我就可以写我们的 AB比上AC 斜边比上斜边 AB比上AC 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BO的对应边 叫做EC嘛 会等于BO比上EC 叫做X 那AB叫做5公分 AC叫做9 BO叫做3X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X等于 怎么会变这样 所以这个就叫做5分之27 就搞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